星二代水中落身弹琴耍浪漫!哀怨狂吞XX! 泰翠克什瓦辛格,又,和贝拉索恩在水中有全裸尽头! 泰翠克什瓦辛格,虽然身为好莱坞巨星,前加州州长阿洛什瓦辛格的长子, 却坚持不靠父亲的人脉获得工作,喜爱演戏的他到处参加试镜,终于争取到新片珍爱琴现在男主角的位置。 泰翠克在片中饰演万人迷的游泳校队选手,为此,他在开拍前就开始一周陈讯游泳四天,并摄取以往正常热量的遗憾, 这对时亮无上限的他来说是一大痛苦,认识我的人都知道,我时亮有多惊人。 和他对戏的女主角贝拉索恩更笑说,泰翠克什瓦辛格是一个隐形的胖子。拍这部片害我变胖很多。 泰翠克什瓦辛格从开拍前的见脸,上图又,到拍摄最后变圆脸,下图。 图威视,20101803.26。 被拉索恩回忆,他们俩在开拍的第二天,就拍摄了在湖里游泳的全裸镜头, 那时候两个人都还相当苗条,之后在拍戏现场只要一休息, 派翠克就会来问他,奶药不要吃点心。 两人就这样在片场一起吃不停的发泡,因此当六周拍摄期快结束时, 导演跟他们说需要不拍一个落上身的镜头, 两人都坚决反对,我们只能拍脖子里上。 但派翠克什瓦辛格也反咬贝拉,明明就是她在喂胖我。 热爱吃香蕉的她笑说,贝拉每天都会做一种热量爆表的花生酱加切片香蕉三明治给我吃, 我真的太喜欢了,我都会一口塞一个。 而派翠克喜欢吃香蕉的程度,也让贝拉忍不住吐槽,她根本有香蕉成瘾症。